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五句话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 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看二十八节 十九章二十八节 这次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喝了 这里就讲到主耶穌所讲的第五句话 我喝了 当然这个是真正它肉体上是喝了 因为在十字架上做煎熬时间那么长 血水一直流 所以它一定非常的口渴 但主耶穌我们看它在十字架上 从头到尾都默默承受这种痛苦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讲我喝了呢 圣经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 所以一方面是主耶穌肉身真的可了 所以一方面是主耶穌肉身真的可了 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的二十二篇 我们看诗篇二十二篇 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十五节 诗篇二十二篇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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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雅片 我的舌头揭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这里一篇圣经在预言主耶穌定十字架 十六节有记载 全类围着我 全类围着我 二党烦恼我 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 就是把它定在十字架上的意思 所以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间很长 当他讲我渴了的时候 当他讲我渴了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下午三点钟 那主耶穌定十字架 是从早上九点就开始 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的十五章 马可福音十五章 马可福音十五章 我们看二十五节 马可福音十五章 二十五节 这里四初 四初就是上午九点 四初就是上午九点 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三点 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三点 这样前后就将近六个小时 那我们知道主耶穌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我们知道主耶穌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们就先鞭打他 他们就先鞭打主耶穌 那鞭打就是鞭打这个背 鞭打他的背 诗篇有这样子描写 诗篇有这样子描写 好像湖里的这样子鞭垢一样 好像湖里面的泥沟一样 那个鞭的沟很深很长 泥的沟又深又长 因为那个鞭子 那个尾巴有那个沟 因为那个鞭的尾巴有那个沟 一打就进到肉里面 一打就入到肉 一撕下来就整个肉就是裂开的 一撕下来整块肉就会裂开 所以主耶穌整个背 是等于像那个前帝被离过一样 所以主耶穌整个背 就好像田地被泥勾一样 整个背都被打烂的 整个背都是被打烂的 因此也是一直的流血 因此也是一直的流血 那他们又戏弄他 他们又戏弄他 把他用荆棘变作官员 戴在他的头上 用荆棘变作官员戴在他的头上 然后又用那个 这个围子打他的头 那这样这个荆棘 巴勒斯坦的荆棘 这个刺很硬非常的长 巴勒斯坦的荆棘 他的刺是非常的长 那个刺就刺到他的头里面 所以主耶穌的背是一直在流血 他的头也是一直在流血 他的头也是一直流血 那手也被钉 一般是钉在这个地方 两只脚合起来再钉一根 两只脚合起来再钉一根 这样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时间那么长 这个整身这个血一直在流 那这样子就像诗篇所描写的一样 他的身体真的是枯干 像瓦片一样 血水都快流干 因此这个口是非常的口渴 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一方面是真的他很口渴 因为那种煎熬是非常的痛苦 但主耶稣虽然那么痛苦 我们看他从头到尾没有讲任何那些抱怨 或是痛苦的话 都是默默的承受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我渴了 这个使徒约翰写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回来约翰福音的十九章 约翰福音十九章 我们看二十八节 这里有讲到这个事情之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因为第一四句话就是讲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因为第四句就是说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个是主到阴间为我们尝死位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痛苦 那这个事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都已经成了 各样的事就是写在圣经上有关他一切的事 各样的事就是写在圣经上有关他一切的事 他要去完成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使徒行转十三章 我们看使徒行转十三章 使徒行转十三章的二十九节 使徒行转十三章二十九节 十三章二十九节 十三章二十九节 所以主耶稣既然成就了经上指得他所记的一切话 这里讲到既然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是圣经主耶稣来世上所要建立的一切事 就是圣经主耶稣来世上所要建立的一切话 圣经都写得很清楚 圣经都写得很清楚 那这些都一一的来成就 这些都一一的成就 所以主耶稣既然成就了经上指得他所记的一切话 所以主耶稣既然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也就是完成了救恩 就是完成了救恩 然后就从木头上被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然后就从木头上被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那三十节说 神借叫他从死里复活 三十节讲到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个明塞亚救主 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尼塞亚救主 所以他来了就是要来完成圣经所记载的 这个弥赛亚救主所要完成的一切的事 所以他们就是要完成 旧约圣经所记载一切尼塞亚救主要完成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希伯来书十章我们看第七节 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 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 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这里就是在预言主耶稣的事 前面第五节又讲这个祭物跟礼物不是你愿意的 这些只是一个预表 这个就是像主耶稣救恩的一个影子一样 影子只是让你猜这个人大概长得怎么样 那真的人出现之后 就不需要影子了 那影子不能产生实际的果效 影子不可以产生实际的果效 真人才能够产生实际的果效 真人才能够产生实际的果效 所以旧约的献祭 是在预表主耶稣要为我们牺牲 来完成救恩 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照你的旨意行 那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神早就借着先知预言耶稣在世上所要发生的一切事 所要做的一切事 尤其是十字架的救恩 描写得更加清楚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来世上要完成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来世上要完成的 那这些事都一定要一一的全部应验 那这些事都一定要一一的全部应验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看四十四节 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言 这个是主耶稣复活之后 向人徒讲解圣经 让他们能够明白 让他们能够明白 这里有讲到摩西的律法 还有先知的书 还有诗篇上所记载的 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 所预言主耶稣的事 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言 那这些早就写在圣经里面 很多门徒他们 他们以前看 看不是很明白 门徒他们从前看 看得不是很明白 所以对主耶稣的復活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对主耶稣的復活 他们都不是很了解 等到主耶稣復活之后 才跟他们讲解清楚 等到主耶稣復活之后 才跟他们讲解清楚 四十五节又讲说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四十五节又讲到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可见这个要有神帮助 可见这个需要神的帮助 这样才能够明白 主耶稣讲解很清楚 主耶稣的讲解很清楚 主耶稣也开他们的心窍 这样他们就可以听得懂 那这个就是 这些旧耶圣经 预言主耶稣的事 都全部要应验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走到最后的尽头 他看到各样的事 都已经成就了 但还有一样没有成就 我们来看诗篇的六十九篇 诗篇六十九篇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 六十九篇二十一节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拿苦胆给主耶稣当作食物 这个是他要定食之间的时候 用苦胆给他喝 这个是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 用苦胆给他吃 主耶稣尝了就不肯再尝了 主耶稣试了就不想再试了 那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 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完成 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完成 所有的其他圣经所写的 所有其他圣经所写的 都已经一一的完全的应验 都已经一一完全的应验 那这件事还没有完成 就是这件事还没有完成 所以圣经就记载 为了要叫圣经的话得到应验 主耶稣就讲我渴了 主耶稣就说我喝了 那冰丁就拿旁边的醋给他喝 冰丁就把旁边的醋拿给他喝 他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 他试了那个醋之后就说成了 就是所有的都完成了 就是所有的都完成了 整个救恩有关他的一切事 都全部完成了 整个救恩有关他的一切事 都完成了 就是这样才完成 就是这样才完成 所以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所关心的还是神的旨意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所关心的都是神的旨意 最先就是考虑那些定他的人 最先就是考虑那些定他的人 跟他为敌的那些人 跟他为敌的人 为他们代求 为他们代求 在十字架上 做到已经快尽头了 在十字架上 走到就快尽头了 其实这个是极其痛苦的时刻 其实这个是极其痛苦的时刻 但是他的心 所在意的还是神的旨意 但他的心所在意的 都是神的旨意 所以他一直 晓得说只剩下这一件还没有做 所以他一直都知道 只是剩下这件事没做 因此为了要叫经上的话 得到应验 因此为了要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 他就说我渴了 他就说我渴了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九节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九节 说有一个器人盛满了醋 说有一个器人盛满了醋 放在那里 放在哪里 他们就拿海龙盛满了醋 他们就拿海龙盛满了醋 放在牛膝草上 放在牛膝草上 送到他的口 那主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盛了 由地下头把灵魂交给神 所以可见我们从这里的描写 可以感受得很清楚 我们从这里的描写 可以感受得很清楚 主耶稣即使走到这么痛苦的地步 他的心所关心的还是神的旨意 他的心所关心的都是神的旨意 就是哪样还没有完成 就是那样还没完成 因为一定要样样都要得到应验 因为一定要样样都得到应验 这样救恩才能够真正完成 这样救恩才能够真正完成 圣经有关他的话 全部都要应验 圣经有关他的话 全部都要应验 不能有一句话没有应验 不能够有一句话没有应验 所以为了要应验圣经的话 所以为了要应验圣经的话 他才讲我可了 他才讲我可了 可见他在十字架上 就是一直在思想神的旨意 可见他在十字架上 就是一直思想神的旨意 他也知道哪个完成 哪个完成 哪个完成 他都知道哪些事是已经完成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主耶稣对神的旨意的看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对神的旨意的看重 他曾经这样子说 他曾经这样说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我们看三十四节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造成他的功 我的食物就是 人最看重的事 我的食物就是 人最看重的事 我们叫做 民以食为天 因为你没有东西吃 什么其他都免讲 因为你没有东西吃的话 其他都不用讲了 这个是维持生命的 这个是维持生命的 主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作 因为这个时候 他知道 有撒玛利亚的圣工要做 因为这个时候 他知道有撒玛利亚的圣工要做 经顾不得吃饭 已经顾不得吃饭 人徒买了东西回来 门徒买了东西回来 要给他吃的时候 要给他吃的时候 他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他就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以为 有人拿东西给他吃 门徒以为有人拿东西给他吃 耶稣才跟他们解释 耶稣先跟他们解释 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我的食物就是 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 造成他的工作 这个就是主耶稣最看重的事 这个就是主耶稣最看重的事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在十字架上那样痛苦的时刻 在十字架上那么痛苦的时刻 他心所试炼的还是神的旨意 怎么样完全完成神的旨意 怎么样才可以完全完成神的旨意 保罗一生跟随主耶稣 保罗一生跟随主耶稣 他真的完完全全效法主耶稣 他真的完全效法主耶稣 在这个神的旨意上面 在神的旨意上面 他就有主耶稣这样的精神 他就有主耶稣这样的精神 我们可以来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我们看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四节 我却不以圣明为念 亦不汉为宝贵 只要走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灵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为的福音 圣灵指证 在耶路撒冷 有患难捆索等待他 圣灵指示 在耶路撒冷 有患难捆索等待他 但他很清楚 这个是神要他走的路 但他很清楚 这个是神要他走的路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恋 也不看为宝贵 就是为了主他不觉得牺牲生命算得了什么 所以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那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这个执事 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所以为了完成他的工作 为了行完神的旨意 就是为主耶稣牺牲生命他都甘愿的 就算是为主耶稣牺牲生命他都是甘愿 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之前 当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之前 已经来到这个推罗的地方 非常靠近以色列地 在十六行传的二十一章 从这个第十节开始 当他在费力的家里的时候 就有一个先知叫做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十一节说 就预言保罗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绑自己的手跟脚 然后说圣灵这样说 然后圣灵这样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 再一次预言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跟保罗一起旁边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就是跟保罗一起在旁边的那些人 还有那个推罗那地方的信徒 听到这些话 听到这些话 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那保罗就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的心碎呢 可见他们哭着劝保罗绝对不要去耶路撒冷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让我的心碎呢 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让我的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的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这个就是保罗的心致 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就是使他也感冤 十四节就讲保罗既然不听劝 他们就住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就知道说 这个真的是神要保罗走的路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就知道 这个真的是神要保罗走的路 保罗非常的清楚 保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任凭弟兄姊妹怎么样劝 所以任凭弟兄姊妹怎么样劝 他都不改变他的态度 他都是不改变他的态度 因为圣灵感动他很清楚 这个是主要他走的路 虽然是要受苦的路 甚至要牺牲的路 甚至是要牺牲的路 但保罗不怕 只要走完神的要他走的路程 只要走完神要他走的路程 这种态度跟主耶稣态度是一样的 这种态度跟主耶稣的态度是一样的 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 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 再大的痛苦 再大的牺牲 他都甘愿 再大的痛苦 再大的牺牲 他都甘愿 就是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那一刻 就算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那一刻 还是一样关心神的旨意 都是一样关心神的旨意 马上能够想到还有一件没有完成 马上可以想到还有一件事未完成 就是圣经所预言的我可料 就是圣经所预言的我可料 人家就拿醋给他吃 人家就给他喝 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 可见在主耶稣的心目中 可见在主耶稣的心目中 只有一样重要的事 只有一样重要的事 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旨意 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 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 保罗效法主耶稣也有这个精神 保罗也是这样讲 保罗也是这样讲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像标杆直奔 要得到神 从上头来要我得到的奖赏 要得从上头来要我得到的奖赏 就是所有的旨意都能够完成 就是所有的旨意都能够完成 这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这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保罗的心中只有这么一件事 保罗的心中只有这么一件事 重要的就是只有这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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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不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所以你看他死他都无所谓 所以你看他连死都无所谓 为了要做神的路 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 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 就是使他都甘愿 就算是死他都甘愿 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智 跟主耶稣的心智是完全一样的 跟主耶稣的心智是完全一样的 就只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保罗真的完完全全的 效法主耶稣 所以保罗真的完完全全的 效法主耶稣 能够达到一种很完全的地步 能够达到一种很完全的地步 也因为这样他才敢讲 我活着就是基督 也因为这样他才敢讲 我活着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处在他的环境 所做的也会跟他一样的 就是基督在他的环境当中 所做的跟他一样 这个就是把基督的生命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 就是把基督的生命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 这个就是保罗完全效法基督的表现 这个就是保罗完全效法基督的表现 保罗也勉励我们 保罗也勉励我们 我们当中如果是完全的人 我们当中如果是完全的人 一样的要有这样的心智 一样的要有这样的心智 这样才叫做完全 这样才叫做完全 但是保罗说到什么地步 按什么地步行 但是保罗说到什么地步 我什么地步行 你的信仰还不到这个程度 你的信仰还没去到这个程度 当然你不要勉强走这样的路 当然你不要勉强走这样的路 因为你走不下去的 因为你走不下去 等到有一天你的信仰达到完全了 等到有一天你的信仰达到完全了 你自然就会像保罗这样的心智 你自然就会像保罗这样的心智 就是只有神的旨意才是重要 就是只有神的旨意才是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为了做神的旨意 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 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 再大牺牲都无所谓 连生命都可以舍了 连生命都可以舍了 保罗认为这个就是完全人一定要有的心智 就像他一样 就像他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仰要追求的目标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要追求的目标 这个是主耶稣留下来的一个榜样 这个是主耶稣留下的一个榜样 所以主耶稣一生能够那么的完全 所以主耶稣一生能够那么完全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就是有这样的心智 只有看重神的旨意 只有看重神的旨意 其他都不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所以一生非常的完全 所以一生非常的完全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再大的苦 再大的牺牲 他都可以承受 所以他没有犯过任何罪 所以他没有犯过任何罪 各样的苦他都承受下来 各样的苦他都承受下来 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 神的旨意样样他都能够完成 神的旨意样样他都能够完成 所以想到圣经还有一样没有达到 所以想到圣经还有一样没有达到 就是圣经所预言的 我可了这件事情 就是圣经所预言我可了的这件事情 想到他就知道说时候也到了 他想到了就知道时候也差不多到了 最后他就讲我可了 最后他就讲我可了 冰丁就赶快拿那个醋 要给他喝 冰丁就赶快用醋要给他喝 他沾了他藏了那个醋之后 他试了那个醋之后 就说成了 就说成了 所有的预言全部应验了 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 这个就是在讲救恩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讲救恩已经完成了 就到这个地方 整个就完成了 就去到这个地方 整个都完成了 这个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 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 每样事都已经建立 每一样事主耶稣都已经建立 都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 都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 这样才完成了整个救恩 这样才完成整个救恩 所以主耶稣在讲我可了 所以主耶稣说我可了 除了肉体上他所受到的煎熬 除了肉体上他所受到的呱呆 真的是非常的口渴 舌头贴在牙床上 真的是非常口渴 舌头贴在牙床上 真的是非常的口渴 但另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 也显露出他心属灵上的渴慕 也都显露出他心属灵上的渴慕 就是对神旨意的渴慕 就是对神旨意的渴慕 就像现在他这种口渴的感受一样 就好像他现在口渴的感觉一样 所以这句话我可了有两层的含义 所以这句话我喝了有两层的含义 一个是肉体的受苦 一个是心灵上对神旨意的渴慕 一个是心灵上对神旨意的渴慕 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 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 这样让我们的信仰也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 让我们的信仰都能够走在主的道上 我们再来唱诗 我们再来唱诗 231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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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首 231首 261首 281首 261首 261首 2首 7%